花姐的儿子被法官残忍杀死 警探确实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花姐只能自己调查 每天都在强叔门口监视 终于在某个夜晚 一名小伙进入了强叔的大院 但没过一会儿后 小伙狼狈地从窗户逃了出去 他赶紧下车救了小伙 此时强叔在里面看着一切 他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非常生气 决定要除掉花姐 第二天他假装把钥匙藏在门口 而花姐看到后上钩了 趁着强叔这天出门 他拿着钥匙偷偷进入了房子 结果强叔直接从后门绕了回来 他把花姐绑在地下室 让他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小伙被分尸 还说你儿子也是这样被处理的 到了晚上 花姐也被同样的方式毁尸灭迹 过了几天后 小黑发现花姐也失踪了 由于自责他潜入了强叔家里 结果屋里早就没有了人影 法官已经搬家了 他通过小偷的关系网 终于找到了强叔的新家 当晚他就潜入了卧室 趁着法官睡觉直接出手 终于把强叔制服 小黑还找到了那个被绑架的男人 随后报了警 这个恶毒的法官总算得到了应有的制裁